青岛都市圈即将扩容 五市一区成功入圈 看看有你的家乡吗 10月10号青岛政府在线回答网友提问时 对青岛都市圈的范围做了比较明确的回应 那么青岛都市圈包含哪些地区 它的建设又有何意义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1.山东规划和青岛都市圈 山东是全国经济大省 2022年的GT比约8.74万亿元 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三 山东发展的一大特点 或者说是弱点是整体实力强劲 但是中心守卫度不够 带动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山东要进一步发展 就需要各式协调 也就是整体规划要明晰 为此山东省下发多次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 提出要加快建设一群两心三圈的经济格局 一群指的是山东半岛城市群 范围涵盖整个山东 以济南和青岛作为中心城市 二心指的是以济南和青岛为中心的一小时通行圈 三圈指的是省会 鲁南和交东三大经济圈 有了整体规划作为经济重心的青岛 也应该有针对性目标 目前青岛都市圈包含青岛全市 维防县级市诸城和高密 日照的东港区 沿台县级市来阳 来州 海阳 陆地面积约2.15万平方公里 青岛都市圈一直想跻身国际级都市圈 此次公布的范围比较符合国家发改委的要求 国家对青岛的定位包括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 国际性港口城市 今年8月青岛又入选综合性流通支点城市 在政府文件中 青岛也多次伴随对外开放门户 枢纽城市等次出现 青岛濒临黄海 南部的焦州湾是北方重要港口 恶守焦州湾咽喉的青岛港 跻身世界前十 2022年的货物吞吐量为6.27亿吨 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青岛在对外开放和海洋经济发展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 因此以青岛为核心的都市圈 也着重突出海洋特色和对外开放与交通上的枢纽地位 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圈 成功入圈的五市一区都与青岛关系匪浅 诸城位于半岛东南部 左面积2182.7平方公里 人口105.6万人 诸城在全国百祥县中排名49 2022年的地区集体比约805.50亿元 诸城是山东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 境内有四通八达的国道和省道 前往青岛港 日照港 以及青岛交通国际机场 维方南院机场 都只有一小时车程 近年来诸城多次提出要对接青岛 大力实施荣青战略 甚至提出做青岛都市圈的西大门 高密东部与青岛相接 面积1605.55平方公里 人口约89.3576万人 从区位上看 高密是青岛和维方之间的联动县市 该市距离青岛交通机场只有20分钟 高密多次提出 融入青岛也是未来承接青岛机场的溢出效应 今年8月青围合作 联合开发青围空港经济区 焦州与高密也多次提到 建设焦州高密凌空凌港协作区 这些都是高密与青岛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来阳位于烟台和青岛交界处 总面积1732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79.5万 2022年的地区机体比约510亿元 去年1月 山东批准了来阳和青岛来系的区域一体化方案 是入选都市圈的县市中 唯一一个得到官方概章的 与青岛实现一体化的城市 莱州位于烟台西部 濒临莱州湾 莱州恶守交通半岛要冲 境内的莱州港是黄河三角洲区域内 规模最大的深水港 有12个万吨机以上博位 货物年吞土量达到3000万吨 烟台政府文件表示 十四五期间要建成三纵一横的府通道 该通道的建设目的 就是推动莱州和青岛的快速联系 海洋位于烟台南部 濒临黄海 海岸线长达212千米 海洋陆地面积约1909平方千米 人口57.48万人 高端装备 新材料 真植茅山是海洋支柱产业 2022年的海洋经济总量约497.7亿元 该市与青岛关系颇深 一直被称为青岛的后花园 东港区位于日照东南部 濒临黄海 陆地面积907.37平方公里 海岸线42千米 人口约83.88万人 2022年的地区基地比约612.04亿元 东港区是日照主城区 境内日照港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六位 2022年后吞土量突破5万吨 3.青岛都市圈建设的意义 青岛都市圈的建设 无疑能进一步强化青岛的地位 在青岛都市圈的规划和指导意见中 经常出现国际知名 全球影响力等字眼 由此可见 青岛都市圈的一大任务 就是进一步对外开放 今年青岛举办了第四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与往年相比 此次峰会的层次要更高 这背后是青岛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青岛的地区集体比约1.49万亿 人口超过千万 人才增量山东最高 人才吸引力山东最强 青岛都市圈的建设 能促进青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对周边城市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对山东半岛的开放程度 国际影响力都是一大助力 使山东加快与东北亚和日韩的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面 入选青岛都市圈的五市一区 都十分注重与青岛的交通对接 都市圈的规划中也着重交通发展 要推动青岛与周边城市 建设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 构建一小时通勤圈 这将加快半岛交通建设 依托便捷的交通 都市圈内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也能更好的统筹和共享 生活更加便利 交通还能使各城市的产业互相配合 海洋装备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 得以更进一步